所以不是很吃重的遊戲 然後我們按Ctrl F2 它就停止錄影了 所以實際上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把它叫出來 這是所謂的綠筆的功能 你就可以在螢幕上畫畫 那當然對於這種低人稱射擊遊戲 比較不需要綠筆的功能 但是對於一些戰術的運用 的星海爭霸或是什麼 可能就會需要 是可以解說給你的觀眾聽 好 看這邊就回到遊戲 好 在遊戲畫面下才能錄影 如果你不是 遊戲畫面下像這樣子 它就沒辦法錄影 因為Gapcaster就是針對Gap 但剛剛跟你們這邊提到的 就是我們有附送 進階版的叫 Broadcaster Premium 那個就是你甚至是在PowerPoint 或是你從 在講解任何東西 它都可以透過你的那個 Notebook內建麥克風錄影 然後把你的整個畫面上的任何東西錄影下來 那是另外一套 那Gapcaster為了讓它的 負載很輕設定簡單 所以就單純就只有Gap 好那我們剛剛錄影的地方呢 它就在這邊 就可以秀給各位看 好各位看這是它錄影的畫質 把我的講話的聲音都錄進來 把我的講話的聲音都錄進來 一邊在玩 還一邊在錄影 因為它沒有直接接麥克風 是用內建的 所以會有一個距離 一般他們會用耳機 他們會用耳機接麥克風會直接沿的 所以如果webcam有打開的話 就是人像不在下面 對對對對 那因為這台公車展示機啦 剛好沒有灌那個webcam driver 所以剛剛沒有搜尋到 但是麥克風也是能夠在軟體裡面直接enable disable 它同時都會呈現出來 但是如果因為我剛剛忘了把這個麥克風 disable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hackkey是可以enable或deable麥克風的 我只要設定了我直接hackkey把它deable掉 我講話的聲音它就不可以 所以它很多東西都可以用hackkey去處理 然後camera的show跟hide也可以用hackkey 所以這個軟體就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很複雜的設定的話 這邊還是有很多細項可以去調整 但是剛剛可以看到Full HD的錄影 它才掉了兩個fps 所以實際上它的那個負載是很輕的 這個軟體是很強大的 對簡單好用 然後不會讓各位在串流的loading上 有太多的效能損失 那如果換成只有1TB Hard Drive的幾種的話 它效能損耗幾倍到這麼多 1TB Hard Drive的影響不大 因為你錄影畢竟你畫質最高也才每秒20Mb左右 20Mb 因為藍光現在是20到30Mb 最多的30Mb 所以硬碟都在承受範圍之內 對 好 那這個是GAME CAST的一個簡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Steel Series Engine的部分 其實這部分各位可以看到 除了F1到F12是無法程式化的 其他的全部的key都可以程式化 那這是這個軟體的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有彈性的強項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幾個程式化的部分 譬如說我先選Q 我要程式化 我要程式化 然後Action Action Type裡面有Key Press Markle 就是按鍵的聚集 只要是按鍵的聚集 然後我們下面可以記錄它的Delay時間 然後A S D F G H J K 然後我們就可以調整 有沒有 它每一個聚集中間都有一個Delay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去調整 就完全把你的錄下來 然後它把這個信號送到你的遊戲裡面 或是送到你遊戲連接的伺服器端的時候 就是透過Rent 就是送出真正的電子訊號 這個就是這個聚集強大的部分 甚至連Delay時間都可以調 那第二個Text Markle Launch Application 就是說我們選擇某一個執行 然後某一個快捷按鈕 譬如說這個快捷按鈕 我設定成某一個Photoshop執行 然後按G 然後它就可以去執行Photoshop 就是變成快捷鍵的設定 那這是Launch的部分 第三個是Text Markle Text Markle 就是文字 你這邊輸入100個字串以內的文字 它都可以變成複製貼上 變成像Word的複製貼上那個功能 譬如說你同時要再用這個Line 對 你就同時問10個人同樣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聚集指定 去輸入同樣的問題 根本就不用按了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Disable Key 有時候為了某些遊戲或某些功能 我們要Disable讓某些Key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第二個部分 Colors 就是背光燈的部分 就背光燈我們可以調 好 鍵盤的背光燈 對 那 我們剛剛跟各位說明過有四組鍵盤 那這一組Active Lab 就是目前是這一組 是啟動的 然後 所以 有四組的鍵盤背光燈可以調 然後設定的部分呢 就是Keyboard Layout 這個Keyboard就是 Windows內建的有的語言 這個Windows內建的有的語言 你的Keyboard Layout 它都可以止內的部分 好 再按鍵的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調整成 像L這個燈光已經剛剛換成綠色 所以這邊已經是綠色了 然後 然後 如果是L2的話 就是換另外一個可程式化聚集的 然後L3 L3 L4 好 這些都是可以重新設定的 所以等於說 這一台Notebook裡面有四套完全不同聚集 跟那個語言使用的虛擬鍵盤 所以這個Steel 6 Engine 在很多遊戲或是應用面上 甚至包括你在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影像編輯 有很多連續性的指令 也是可以用這個軟體 去做快捷的輸入 所以Steel 6 Engine 其實它的使用範圍也是蠻高的 那是Layout那邊可以快速切換嗎 Layout這邊可以啊 按 你按FN FN F1到F4 就可以切換這四組鍵盤 您看一下這邊有寫 FN1234 就可以切換這四組鍵盤 你甚至不用 叫做這個軟體 因為這個軟體原本是屬於常駐 在快捷的列上 好 那這邊就是呢 跟各位做Live Demo介紹 那個Live Streaming的 GameCaster 跟那個SSE Engine的部分 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 或者您事後覺得 其實 我新的產品 真的 越來越多特色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還可以再加點什麼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的 業務或是行銷同仁 那我們會持續的 在產品上做加強 好 那這個部分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利益 謝謝